大把青粥放上尖材 打个蛋再铺上饼皮 这葱油饼怎么跟传统做法不太一样 大量洋葱拌炒猪肉 诱人香气扑鼻而来 夹进刚煎好的饼皮内 泰式大抛出口味葱油饼出炉 传统葱油饼也走国际化 还有韩式泡菜烧肉 西式番茄熏机 豆腐切打起司也通通都能 加料包一起 可以延伸出来 蛮多种的 我们想要让客人尝试不一样 不一样肉质不一样口味 然后或者一些素食类的客人 也可以吃到 中西市大合并赋予葱油饼 另一番滋味 也让高雄这家葱油饼业者 成功打开市场 但常见的小点心 葱油饼和烙饼差别在哪里 你们知道吗 烙饼它可能生意比较大张一点 它坚强就是说 我们用两只少把金烤刀搓一搓 出这次有些确输 制作烙饼的面团水分少偏硬 吃起来口感偏干酥脆 葱油饼除了多了青葱 面团水分也比较多 比较软 吃起来Q弹有嚼劲 而店家使用的面团 其实也大有玄机 冷水煎起来的酥脆 热水像烫出来的面团 吃起来是不会酥的 像是以冷水揉的面团 口感偏酥脆 比较适合做葱油饼烙饼 如果是冷水混热水揉出来的面团 口感Q弹 放凉后也不会变硬 被拿来做煎饺水饺皮 但不同店家为了追求不同口感 面团比例也不尽相同 到底哪种做法更好吃 见仁见智 继续来为左高雄报导